佛法 决定的是切理切记 理是真理 如果不切理 那是魔术 不是佛说的 理就是四十真相 诸佛诗相 法神菩萨正德 谁正德呢 不愿吗 道如来 这才真正圆满 所以我们修佛 一定要依佛所说的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佛所说的是佛的境界 是佛的真知 真见 有时候跟我们的想法 看法 不一样 这个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想法 看法 错了 佛是绝对正确的 要把自己的想法 看法放下 采用佛的 正知 正见 这叫修佛 那我们跟佛想的不一样 要依自己的知己 不依佛的教会 这叫自尊力 那决定不能怪佛福尔 所以心 比什么都重要 欧耶大师 讲六个心 第一个是信自己 信自己 信什么 不是信我们的知己 是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我们要有自信 本来是佛 那六足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这个万法是全宇宙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 从哪里来的 从我们起心动念来的 不起心不动念 我们就是佛 本来是佛 其心动念 就变成反复 为什么 其心动念是迷了 不起心不动念是绝 绝而不迷 我们要相信 这个四十真相 佛就能帮助我们 回归自信 佛能够帮助我们 回头 圣案 我们没有这个自信心 那就没有成佛的因 佛教导我们 帮助我们回头 这是缘 缘是自己本有 缘是佛菩萨 有因 有缘 果报就嫌弃 这个果报 就是成佛 尽宗 成佛 是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到极乐世界 第二个阶段 在极乐世界 称佛 那为什么 方便 容易 可以保证 我们这一生成就 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 清楚 明确地 告诉我们 纵然自己造了 无力收 只要真正忏悔 肯回头 后不再造 念佛 统统 都能忘了 这是 八万四千法门 你说没有的 那所以前面 跟我们说 本经 殊胜 在七里 而有七集 这个第一 这一段 讲了七集 是指一切 种子 这个法门 普度 一切种子 一个都不漏 只要你真正相信 真正发愿 灿除业障 后不再造 发菩提行 一向专念 你就有份 你就成就了 这你告诉我们 七集 不但 他去一切 众生的根基 而且也去和实际 实际是什么 实际 时代 三千年前的社会 这个法门 关用 三千年后的 今天 也关用 三千年以后的 时代 还是关用 无论在什么时候 一切时 一切处 全都关用 这个是八万四千法门 任何一个法门 都做不到的 尽忠念佛 往生 不退臣服 超越时空 超越一切 没有长难 经商说得很清楚 阿弥陀佛 无尽的慈悲 感一切祝福如来 经现在说法 没有不说 这不经的 而且 诸佛 法运 宗介的时候 一切诸佛 都有 正法 相法 魔法 到法灭的时候 诸金 灭金 最后的一本年 无量受精 还在 无量受精 最后灭 这个就是 表法了 表这不经 能其 当其 就未来 社会 管用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